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但还是有它不一样的地方 对运输领域确实有这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就是科目跟科目之间的界限画的不是很清楚 那管理还是有管理它的领域的部分 这个我们在后面会讲到 可是它的开场牌 要先介绍这个行业里面的一些领域特性 所以提到这个的时候 其实海运学也会说到 但我总觉得界限要分清楚一点是比较好 但因为我们的教科书已经是长这样 因为出题不是我们出的 所以我们按照以前的考题的方向 也会发现连题目都会重叠 而且重叠的他们也在什么 这里讲的 叫做海运同盟 或者仓位互租 科目也互租 其实不好啦 为什么 因为如果你重叠的太严重 技术问题跟管理问题是两种问题 你混为一谈会找不出问题的真正重点 但是简单讲我们没有差啦 因为我们每一课都要读嘛 那重叠越多不是更省事吗 你就这样想 好我们先看第三点 航次的收益波动大 就是每一次收到的钱 什么都不一样呢 为什么 因为每一次都很特别 它的重量啊 航程啊 可能都有不同的规定的计价方式 所以它很复杂 你像你有搞清楚过 你的手机的通话费到底是怎么算的吗 它有时候是很复杂 是故意的 为什么 因为让消费者搞不清楚 那你就傻傻地搅一搅这样子 不过这是因为海运啊 它有它的复杂度 那成本也是个因素 因为商量下 而且成本耗用还蛮多的 汇率波动这里后面有点简单讲 就是收钱的时候用美金 可是付钱的费用的时候呢 因当地的美地方不同 因为当地货币价格计价 那你看 这边的汇率波动 是不是你在定价的时候 也可能造成你的收入的不平衡 会有一些影响 然后估计成本又偏高 所以今天如果 你的那个 航次少的话 可是你的固定成本 是一定都要付出的 尤其很多的固定成本 是来自于 当时造船的时候 买的 那个年度的折旧 因为你一次买了之后 每一年都要提折旧 折旧都是固定费用 那空贵掉度 这个是它的一个特性 这里有提到 东向 东向是什么意思 这意思是太平洋 太平洋如果运到东边去 就是运到美国 那西向是从美国运过来 所以东向的话运过去的劳力密集产业比较多 比如说日常用品 都是Made in China 运过去 那体积都很大 货柜量就很大 那运回来 货柜量就比较精致 体积比较小 货柜量就没那么大 货柜量比较小 于是运过去很多货柜 不见得都会再用到运回来 使用到 于是留在那里的空柜很多 那等到这边 要往东的货柜又要用的时候 就没得用了 那怎么办 所以你必须要有一些是空柜 要适时的再从东向的港口 再把它运回西边的港口来 那运回来 油都很贵的 而且运回来是没有钱的 没有人叫你运东西 还空会运回来 是没有收入的 那你看这是不是一个问题 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有些船公司会因为这个调度的 没有抓好 导致破产 营运经营不下去 都是有所闻 因为这个耗用成本很高 如果你最近有发现 台北市很多人都在骑脚踏车 那叫U-bike 那叫U-bike U-bike有没有调度的问题 对 所以它是委外经营 它不是委外经营 它定时 当然现在资讯很发达 它的平板或者是监控的APP系统 马上就可以知道 哪一个地方的车站的脚踏车已经没了 就是很多人会从这里骑到那里 但是不会再骑回来了 所以它就必须开个卡车 去把那个过剩的脚踏车 再再再再再再运回 骑过去的起点的那一个站 再把它摆好摆好摆好 这就是空会调度 一样的意思 因为过去的人多 但骑回来的人很少 运过去的货柜量大 但没有相对可以运回来的空会量 那你如果要继续经营 要赚他们的钱 你是不是要准备空的柜子回来 但是运回来 就像那个什么 货车再把脚踏车运回来 要不要油 要啊 不是有时候你吊轨 为什么要骑脚踏车 节能减碳 可是为了让大家都有脚踏车可以骑 那个运来运去的 很平板调度的货车的油 排放的二氧化碳 是不是也是不节能减碳 最好的是每一个人 都有自己的脚踏车就好了 好来 再来 第四点 第四点它说啊 船舶的大型化 让运价偏低 大型化 它的那个盾位 提供的那个什么 供给就增加 那有一个原因 我刚刚其实讲过了 就是他们对景气的判断 有出入 太乐观 于是拼命养猪 拼命种菜 结果菜价反而就大跌 那一样拼命造船 船驾 运价就跌下来 那船盾的供给量 注意这句话 贸易 国际贸易 国际景气 有没有在成长 有 但是 盾位的供给量成长 更大 那导致呢 供给仍然处于过剩的状态 所以运价就高不起来 因为供需 经济学里面 供给大于需求价格零跌 供给小于需求 需求多才会追价 价格才会高 好 第五点 所以他要很谨慎 所以你要进行大型船舶的建造 或者购买的时候 timing 就是时机 你会判断错误 对啊 做生意都有风险 更况是海运业 这个财务风险 我们刚刚讲 固定资本这么高的情况下 更是要谨慎 第五点 传播供给弹性小 供给弹性小是什么意思啊 我们在经济学里面讲 弹性小的意思 就是说 当价格波动的时候 你的反应大不大 东西贵买得少 东西便宜买得多 这是消费者的角度 对不对 那供给者的角度呢 东西贵要赶快推出来卖 东西便宜 那就不要卖 去卖那个什么 高单价 获利 或边际利润更高的产品 好 那现在运价高 那是不是很好 可以捞一笔 但是没船啊 啊赶快照啊 等到你照好运价又低了 是不是 来不及 所以不可能有立刻反应 这个就叫弹性小 它有这个特性 那运价低的时候赶快退出 那你船白在那里 要不要折旧 靠着港口要不要费用 那你卖给别人 没人要啊 退出障碍高 退不出去 对不对 想要不做也不行 这时候无法立刻减少 还是在那里耗用孤零成本 所以 这是很难捏啦 所以 这个你说好赚 有的时候也是什么 风险有它的一定程度的高 好 第六 受国际标准规范 尤其是现在911 反恐行动 最近那个 马来西亚航空不是最近嘛 也有人 想说是不是遭受恐怖攻击 所以这个安全保安的相关的规定 就越来越 越繁琐 越来越谨慎 那就是有很多规定 这个 当然 法规的课应该会教啦 那不过 你在写这个的时候 你至少要把这些名称 内容就不用写了 内容不是很重要 因为我们这本课 提到而已 它的趋势而已 一个是航海人员 训练发生当值标准国际公约 STCW公约 那还有一个是 人民安全公约 这个还蛮常见 SOLAS 那911之后呢 都要进行所谓的 进口商保安的申报 然后第七个是什么呢 海运同盟跟策略员盟 就是这些公司啊 互相合作 讲好听一点是合作 讲难听一点的 对对对 就是勾结 不过因为呢 供给量就是偏多啦 所以它是稳定没有错 但是是比较低的稳定 其实它没有 抢到好处 不过就是船啊 不要轻易开 因为开出去 如果上面呢 坐不满 对你来讲都很伤 所以呢 有点像旅行团 在揪 招团一样 对不对 你凑几个 我凑几个 你凑几个 跪我凑几个 凑好一条船 可以开得满了 刚好 宰运量也够高了 那我们再一起 share这费用嘛 就是大概就是这意思 然后呢 如果每一个航班 你都可以参加的话 那你就开这一条 我这一条我不开 但是你有开 那我就 是不是搭你的船 让你的船位使用力也变高 那这样子呢 也会让市场价格偏向比较稳定 这个海运同盟跟策略同盟 在我们讲后面经营策略的时候 会再详细的提到它的优点跟缺点 那我们后头再说 再来我们来看第四点 不定期航运 刚刚讲的是定期航运 不定期航运的产业特性 第一点 预售全球景气的影响 不定期航运多长都是送散装的货品 比如说原油啦 比如说化学品啦 比如说农作物 对不对 那它跟景气有没有 当然有啊 当然有影响 所以这个是废话 好来第二点 就跟上面一样啦 投资规模大财务风险高 这也是废话 因为船也是很大很贵 翻过来第三个 好这个就跟那个不一样了 所以从第三个我们再开始写一下 所谓的我前面两个没有写的原因就是 你可以写跟上面一样的话 因为它们是雷同的因素 所以我就不再写了 我的意思是说 如果它真的就出这么一大体 比如说不定期航运的市场特性 请描述 那你要看它的配分多不多 如果它配25分 你不能这样调 你不能减答 你还是要讲一些话 但如果它要你答的内容很多 其中有一小题是市场特性 那你可以减答 所以你要自己判断它的分数的多寡 其实是在暗示你答题量的多寡 你要斟酌 但你可以写越多当然是越好 把你的时间也要控制好 好 第三个 我们在前面有讲过 不定期航运是属于完全竞争市场 因为呢 它的家属比较多 那它的价格 如果是完全竞争市场 学贵地医学都知道 它就是受供需的机制的影响 市场价格就会有波动的比较明显 刚好跟定期航运 关税筹谋勾结的情况下 价格稳定的情况不一样 那这里有一个东西像租金 为什么 因为不定期航运很多是租庸船 所以它其实有的时候付的钱不是运价 是船舶租刃或者庸船备 所以我才这样写 第四个 因为这个很特别 具有期货市场的特质 我先写一下 等一下再说明 这一点是由上一点而来的哦 如果上一点的价格很稳定的话 这个就没有期货的需要避险的特质了 所以为什么不定期航运市场的运价 特别有这个特性 原因在此 在这里 鞋子 我可以用到一半的银子 我可以用到一半的银子 放到一半的银子 我可以用到银子 那些银子 用到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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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把鞋子放在一起 鞋子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两方都是在成交 但是因为我们角度是放在航运的角色上 不过你说的有道理 或者我们两者都可以进行避险 这样子会进行避险的idé 這個第四點我剛剛漏寫了 你可以再補一下 漏寫了一條 因為他後面還有說到一個是國家政策 然後我們看起來是國家政策 是國家政策 有國家政策 是國家政策 沒有國家政策 的確是國家政策 各國當然有產業政策,包含海運也有它的產業政策 而且海運會攸關貿易進出口的發展 一個國家的GDP 進出口也是佔很重要的比重 尤其以台灣來講的話 我們是外銷立國 可以這樣說 所以我們的船運的發展 也是尤其重要 這邊有提到這個 有一個名詞 叫做避險的動作 什麼意思 價格有上有下 對投機者來講 他是一個 投機賺錢的一個契機 如果股市都不會動 就沒有人要玩了 股市一直漲 當然買多的人是好事 但是股市一直跌 那你就可以做空 一樣可以獲利 這是有投機的意思 可是 船公司不喜歡這個 他是要做生意 他是要規規矩矩的 好好的 達到運輸的服務 所以價格的波動對他來講是困擾 那可不可以做其他方式避險 避險就是顛倒做 你今天如果價格走高 那我判斷他會走高 我就買一個相對比較低的價格 他可以把他整個 我們就把他風險給Hedge出 好不過 我這裡補充一下 你找個地方補充一下 常見的 來自行的 避險的工具 好 這邊擦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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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擦掉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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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